澳洲央行开始率先加息 是不是意味着房地产即将开始下跌回调 大家好 我是麦克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我们都知道从去年疫情之后 澳洲央行率先是实施了 创纪录的0.25的澳元标准利率 这也导致房地产和金融纷纷开始暴涨 那么从去年4月底到现在 部分地区的地产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了30%以上 股市也从最低价到现在上涨达到了50%之多 那么现在就有很多留言纷纷在考虑 是不是未来的6个月之内 澳洲的央行和政府或者说商业银行将会采取措施 来控制住现在暴涨的房价 那么澳洲其中4大的商业银行中 已经有两家率先开始提高未来三年的固定房贷利息 这是不是意味着地产回调即将开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分成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商业银行能够在央行不加息的情况之下 自己先动手 首先我们知道他们既然是商业银行 理论上来说他们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换句话说的话 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房贷利息从现在的2% 直接提高到10%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当然他如果这么做的话 毫无疑问消费者也会选择其他利率较低的商业银行 但是为什么这四大商业银行中有两家率先开始加息呢 这样我们就要看一下他们资金的来源是什么 除了传统的存款以外 澳洲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是来自于国际的债权市场 换句话说主要来源是以来源于美元债权市场 日元和欧元债权市场 其中美元债权市场的比例超过了60%以上 那为什么他的美元债权市场的融资成本会上升呢 这就我们就要看到的现在我们虽然知道的美国还没有加息 但是随着他疫苗的控这个推广程度比较好转 加上呢他疫情的控制基本已经完成 那么现在市场上对于美元即将加息的这个预计和呼声 已经越来越高 这也直接推动呢 美元的这个国债市场的收益率开始逐步上涨 所以说呢 在海外融资的成本逼迫着澳洲的商业银行 他不得不呢考虑到提高最终的中端利息 以此呢来弥补自己不断提高的这个融资成本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当然也是因为呢 澳洲的商业银行预计到未来两年到三年之后 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将会能够恢复到2019年之前 所以说他们现在是提前把这个量给计算进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澳洲商业银行能够在央行还没有动手之前 自己先开始加息 那么他们加了息之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房地产就一定要下跌或回调呢 简单的答案是不会的 在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了解一下房地产之前为什么上涨 从去年4月份疫情以来 当然了利息到0.25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但不是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的房产包括美国的房产 能够在过去12个月大涨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央行和商业银行一起协作 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从降息到印钱量化宽松到财政政策 以及各种福利补贴 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是推动了房地产的上涨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的现金流入到市场 不仅仅是印钱 更有他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鼓励贷款 鼓励信贷等等不同措施 以及澳大利亚政府所发行的超过价值15000亿以上的特别补贴 所以说换句话说 这么多的钱在市场中 你告诉我如果除了房地产和股市以外 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的钱 如果股市没有变化 房地产要下跌 下跌就意味着资金的出逃 那么这些钱可以去哪里 如果这些钱不留在房地产和金融这两个巨大的水石中 那么他们将会对于普通生活产品 比如说我刚才说到过几遍的 超市里的牛奶鸡蛋 包括西红柿番茄等等这些普通商品的价格 将受到严重的冲击 所以地产什么时候下跌 在我看来就是 当央行和政府重新把这几千几万亿的钱 从市场中抽回来之后 这个时候房地产才有可能会回调 回调也是暂时的和短期的 在我看来这次疫情将会使得资产价格 再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很多人说的什么贫富差距拉大 除了工资没涨 什么物价万物上涨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都会在未来的两年至五年时间里面 不断不断重现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商业银行加息了 房地产就会回调 这个推断是错误的 只有当经济足够强大 央行开始从市场中重新抽回资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或许可能地产才会有短期的回调 但长期来看 房地产永远是跑赢通货膨胀的主要资产之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